嘿 大家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場日本高手 KON KONTA 這個應該不是日本 KONTA 他是一位日本世紀帝國高手 那他的拿手名好像是瑪雅的樣子 看他滿場玩瑪雅 他的分數也是滿高 好像是2000加以上 穩定 那在日本世紀帝國高手系沒有很常見 但他是日本少數維持可以再高分的一位選手 他也不算選手 就是高等玩家 那來看一下他的瑪雅的操作吧 那瑪雅的人口他的特殊能力是 可以提前一個經濟升級並用食物消費減50% 這是博恩D不好意思看錯了 我想說奇怪怎麼能力變那麼習慣 好他村民是多一個村民喔 一開始會多村民然後少五次食物 資源持續多15% 那資源持續多15%這個意思呢 其實就是他那個食物的消耗減少會變慢 就肉的流失數會變慢 肉啊 豬啊 鹿啊 羊啊 這些 全部都會減少會比較慢一點 那還有木頭也是 聽說木頭也有啦 就是木頭其實你把它砍拔之後 他也會慢慢流失的 那如果你去用瑪雅的話 你就會發現 欸流失速度比較慢 你刮的時間自然就變長 或者資源也會就變多 那大概算了一下 聽說肉的話 差距會差大概200肉左右 我也不知道真假的 我是聽說的 好 那他的其他的特殊的能力是 弓兵在封建時代便宜10% 10% 然後城堡便宜時代20% 帝王時代便宜30% 吳高雄 直接打七折 打到骨折的概念 弓兵是非常便宜的單位 那他弓兵基本上也是全開喔 弓兵的部分是三級射 三級遠防都有 還有強奴戰卯都有 而且還有拇指環 彈道化學什麼都有 最扯的是 他還有衝車 大衝車 丟得算是那種 不騎馬的蒙古的一個文明的概念 不騎馬就算了 他的老鷹也是超級強 三攻三防都有 然後還有黃金果的科技 可以加上絲血的 老鷹的血量 黃金果 那他的戰矛還可以投資第二隻長矛 也是相當強的一個文明 那馬拉雅算是一個全面的一個種族 我覺得 他比較怕騎士而已 那騎士的話他有大搓 其實防禦來說也算是OK的 騎士的話也比較算是能 可以看到馬拉雅的一個文明 因為可以看到老鷹 跟他的 寶兵的馬拉雅與射手 但是他又大搓搓 就會變成說搓搓的分配位置 跟防守 看騎兵能不能造成極大的單位 傷害就是一個問題 後期來說的話 那前期來看一下伯冠帝 那伯冠帝這邊一個正常開局 那這邊開始挖出 那這邊也稍微圍了一下 那我們來稍微講解伯冠帝的料 伯冠帝他算是一個 經濟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 就是你封建時代可以升級 城堡時代的一個 經濟科技的一個能力 就假如說你的 你在封建時代 你卻可以升級城堡時代的法木技術 你在封建時代 大家就可以升級模仿的農田技術 在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 帝王時代的 就跳一個層次的概念 經濟來說是非常快的 尤其是伯木 你其他可以不研發沒有關係 但是伯木一定會研發 你只要伯木比別人快一個時代的話 那個經濟價值產出產能 就蠻誇張的 CD我是這樣子 但是這又有個弊端喔 就是如果你太早升經濟升級的話 那你的軍事就會相當弱 畢竟你是跳下一個時代的經濟升級 所以那個下一個時代的經濟升級 其實也是消耗大量的資源 就會造成你的前線的兵力可能會很嚴重部署 前期會比較劣勢一點 就會變成 你只要讓伯根帝過得太舒服 那就完蛋了 所以通常 伯根帝的對手 都會打一個快攻 一直用一個窒息式的騷擾 到處騷擾 讓他沒辦法 順利的產出大量資源 而且伯根帝還有一個大絕招 那就是他的一個 馬上清騎兵 這個算是伯根帝的一個城堡 一個逆轉的打法 上城堡 插城堡防守 然後出騎兵 他的寶兵 他的寶兵算是一拳超人概念 直接one punch 然後一刀可以擊殺一個弓箭手 但是會進入實力時間 然後剩下的能力值 就是變成正常的寶兵的能力了 相當強的 他這個馬上清騎兵 我覺得蠻強的 然後他還有這個 農夫不僅能可以產生食物 還可以緩慢生長環境 這個伯根帝葡萄園 在大後期也是非常OP的一個種子 簡單來說 伯根帝算是一個很全面的經濟文明 然後在戰力來說也算是不爛的 也是蠻有殺傷力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的缺點 就是沒有強弩 跟三級遠方 然後 最悲劇的是他也沒有血統 他這個 血也會少一點 雖然他出馬 雖然他是 親起兵的文明 馬上起兵的文明 但是他沒有血統 只有跑出 所以他 一拳超人 沒有把他滅掉之後 可能會有點難受 這邊瑪雅打出了一個 K棒棒 前壓 他也知道伯根帝是一個經濟文明 先給他經濟上壓力會比較好 但是伯根帝這裡也是訓練 自己防守也是相當的好 把這裡比較危險的部分都圍好了 這邊只能找一個破口 那這邊伯根帝也下了一個射箭場 那瑪雅這邊 看到敵方 射箭場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看到就先轉出了射箭場 然後升級了裝甲步兵 這邊經濟配置是十五木 跟三金 應該只是會出幾隻戰矛跟幾隻工兵 做騷擾而已 應該不會是打一個封箭對決 這邊戰矛再做一個稍微的反擊 村民在這邊防守 村民術是二十五跟二十五隻 基本上是沒什麼差 二十四隻 差一隻沒差多少 沒意外的話 封箭只會做一個騷擾進攻之後 才會讓對方上城堡 這邊出了毛兵 然後弓兵就出來了 那弓兵應該是不會暗太無職 因為基本上 馬來眼睛看到伯根帝出了這麼多的戰矛 四隻戰矛 暗太多弓兵應該不太有力 除非還會再轉幾隻老兵出來 但我覺得他弓兵應該是不會暗太無職 因為 你跟他硬換的話 會邊境封箭也很難打到什麼東西 不如趕快邊騷擾邊上城堡時代 來個老鷹爆 之類的會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老鷹爆的話 又像我剛剛說的 他可能寶兵 伯根帝寶兵一拳超人 直接打爛他的老鷹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邊其實我覺得 壓力是在瑪雅這邊 伯根帝這邊只要好好防守 然後把自己的經濟 點上去 防目比別人多一個 多一個 時代的升級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 我問題這邊 馬拉雅這邊也稍微意識到這一點 這邊戰矛出了7隻 其實 這時候就沒再去按攻兵了 攻兵按兩隻就不按了 因為他也發現對面戰矛很多隻 開始轉出了老鷹 做一個防守 那這邊戰矛只是單程騷擾 那好像也燒了不知道他要什麼 因為他的射程非常的短 只有4 因為還沒有升1攻 那這1攻應該也不會按上去 除非他這邊攻兵就繼續產 喔有繼續產 繼續產的話 那可能會升個1攻 壓壓金 做做燒了 那這邊裝甲步兵被戰矛射 實在是很癢 只有1滴的傷害而已 那這邊是沒有看到對方的黃金嗎 有 那他這邊只想要單純騷擾對方的墓區 可能黃金區 這裡有射箭場 他覺得不太好騷擾吧 L碰老鷹 不太好做一個防守 做騷擾的動作 那這邊 這位日本瑪雅玩家 再開始圍家 把自己家裡圍得比較好一點 可能開始害怕對面爆出清奇兵吧 但是這邊一直沒有看到對方的馬舟 所以目前 瑪雅這邊 還不太懂 對方的意圖 看起來的話 應該有點在防他的城堡時代了 所以瑪雅這邊 可以再存一些資源 準備上城堡時代 避免科技落後 時代也落後人家 這邊因為沒有看好土的關係 所以他並不知道這邊是木頭 把他這邊連過來就很舒服了 這個地圖探完整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 他的兵都在前面做一個騷擾的問題 因為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伯冠蒂以前前不去騷擾他的話 他真的會過得太舒服 後期就會 很恐怖了 但伯冠蒂這邊的防守也是相當的 嚴謹喔 這邊又在補了10強 怕到這邊被打出個破口 但他這邊只要專心守好 然後側面正面這個位置就好了 基本上側面應該是不用理 但是這個戰馬還是在持續騷擾其實有點煩 因為他的木區很可憐 他只有這塊木區可以安全打木而已 他這邊木區 也是要出去用命去換木頭 然後這邊木頭也是為了防守 然後捨棄掉了大半的位置 然後就看一下瑪雅這邊會轉出 看起來是要打小弓了喔 拿來一個奴兵 雙色劍城堡 兩邊都點城堡時代 時間差不多 51%跟52% 那是石金 那應該沒毛病的話 應該是上一個城堡 奴兵 然後瞬間下彈刀雪的一個打法 因為他知道他的木區只有這一塊 他應該是想要專注把這個木區弄下來就贏了 那他的老鷹一直也在這邊繞 看他有沒有在這邊出來挖 但他發現都沒有 他木區都是沒有在挖的 可能看到的資訊來說 他會選擇想要把這邊搞爆 就結束遊戲了 那看一下博恩殿的木頭應該是蠻慘的 嗯對 只有7人在挖 他也知道他這樣挖的效率不好 趕快上城堡時代 插城堡 11個人挖石頭 兩個人幾乎同一個時間上城堡 那這邊瑪雅率先點出奴兵 但是攻擊力還沒有上喔 通常這一上就要先按二攻 遠程才對的 那還沒有按 這邊直接下了一個攻城器 EK 看來要打一個前期壓制 喔這邊因為 他知道 已經上了城堡 所以這個毛病要跟對面的工兵互換喔 不然直接變強 變奴兵的話可能就換不掉了 喔換掉一隻 NICE 哇這邊只剩6隻奴兵 那這邊 也下一個TC做防守 順便挖資源 這邊博恩殿 石頭可能要趕快再挖到650 然後把城堡插在這邊 一個高地 守黃金會比較好 或者直接把城堡插這裡 但是這邊有BK 前面可能打不太出去 不然可能就只能插這個位置 防守PC跟黃金位置 會比較好一點 看這邊有無兵在燒喔 可能有點困難 可能只能蓋這個位置了 結果直接蓋在平地 連高地都不蓋了 非常保守的一個打法 但是也不錯 因為這個城堡可以直接守到這一大片田 PC也會相對安全 比較不會被投死車白嫖DC 這就是高頓的想法 城堡插在安全位置 也不一定要插在高地上 那城堡瞬間就蓋好了 開始轉出他的馬上新騎兵 那基本上他馬上騎兵 只要一出來的話 這邊工兵也可以了解了 那確實 瑪雅這邊也是專門針對這塊木區喔 他也知道對面的 對面沒有出來挖木頭 對這邊 蠻針對的 但是他也知道 馬上新騎兵出來 他這邊可能會守不住 鷹刺頭是打不太贏的 這邊想要來抓頭子車 但頭子車早就跑遠了 早就知道要來抓他 但是抓他掉嗎 工兵過來了 很尷尬 這邊騷擾真的很不舒服 很窒息 但是兩邊都打一個強軍士 單TC 欸沒有 瑪雅是單TC 博文帝是雙TC喔 但其實雙TC也好不拿來去 因為根本沒有過多的肉可以產村民喔 大部分村民都被死在這裡面 這邊區域村民是沒在工作的 這邊可能要趕快去出 清騎兵出來 才有可能化解這波攻勢 這有沒有4級 有4級可以做馬賣 他可以挖黃金去買肉 先把這邊解掉 哇你看這個一拳騎兵 直接敲爛 4隻拳解 一刀一隻 投死 投死車開頭 投黃金兵 黃金這邊好像只被投死一隻孫兵而已 沒有很傷 這邊決定先敵掉這邊防止 然後出去先把後面這邊伐木區的問題解除掉 好這邊剛好一拳超人的能力 剛好CD完了 一拳一隻弓兵 哇很舒服 直接瞪解 好現在伯恩帝的寶兵就是 只要CD一好就出去跟人家打架一波 非常舒服 好那這邊清騎兵還在繼續出 那這邊馬雅也針對他的清騎兵 轉出了一些 真旅要來著想 這邊清騎兵好像沒有想要理他一直 直接跑去敵人家 那後面算是解放了 後面的臭屏就會一直往後送 開始拔木造農田 那這邊能打出一點破口嗎 好像有點困難 但是這個城堡其實給瑪雅的壓力也是蠻大 但是弓箭手會一直騷擾黃金 有點痛苦啊 非常的尷尬 投死又在這邊投TC 哇結果這個射程射不到 因為沒有加 好啊本來想抓個木區 但抓不進去 還被看到 那這人會拉村民來做防守 那這個TC可能不薄了 TC應該還掉了 蹦 哇現在看起來博更帝大劣勢 現在是 單TC打雙TC 這時候才剛下大雪麻雅 但大雪還沒好之前有點危險 但他這邊 真旅的數量也是不夠多 可能要解也會有點稍微的困難 但其實沒有關係 我們一拳超人 騎兵 只要接近夠快 靠一下整人就是一刀死一個 那看一下這邊7隻加上這邊 7隻14隻的馬上騎兵 其實數量是蠻夠的了 那看一下這邊騷擾不到的話 那這邊會不會直接做個包夾呢 這邊把TC開了出來 直接在那邊下TC 防守 喔!到這邊 鑽到後面 我看到嗎 哇很尷尬 這裡可能會是絕戰的畫面 現在馬拉雅大遊 分數超顯800分 那博更帝這邊TC又蓋得出來 馬丘下了 應該是要提升他的跑速 不然這個伯格丁跑太慢了 可能跑到一半就會被造成掉 所以他這邊決定先把跑速點出來之後 再去解掉他這一坨兵 大家其實都有看到 對方的兵大概兵力組成什麼樣子 那邊先點了一個 瞭望 看一下視野 看他視野有點多大 目前他這個視野 被掌握的話就很難受 欸沒錯 直接先開了跑速 哇!這邊被找響一隻村民 哇!找到一隻 那這邊鎮驢來到了四隻 那這邊 只要馬在野外 就可以給瑪雅這邊有點壓力 因為他也知道 他那一坨兵沒有到旁邊燒了 他也不敢把兵隨意的往前派 因為他覺得一往前派可能就爆掉了 所以這種心理讓我覺得是在高手區 很厲害的一點 你只要打騎兵往外派 他也知道你的主力在外面 他就不會冒藍進攻了 然後真理這邊也不太容易會水利著想 欸這個真理送了一隻 哇白給 但是這邊壓力可能有點大 這邊肉馬 喔這邊馬出現了 瑪雅這邊早就有所提防 但是本來物隊要全民去會合了 但是發現 他的馬還在這邊 所以這邊又回來了 哇瑪雅這邊也是有點難受 這邊TC也開得出來 總共3TC 但是這邊其實很多村民也沒在工作 哇這邊直接一個對決 村民直接硬尻 馬騎兵後面包招 來得及嗎 哇直接用村民互換 哇好痛 這邊優先點掉 一拳一個 哇高地被招掉 被招到一隻而已 欸其實還好 哇直接了解 Easy 雖然村民死了蠻多的喔 大概死了 欸大概 至少 8隻 就有了吧 剩下7隻回去 有點長 但是現在變成 國庚帝這邊的兵力優勢 但是人口數差距來到了50對90隻 將近快要差40隻啊 TC的部分是3TC一樣持平 但這個寶兵一樣再出 那這邊會有壓力的話 可能是博恩帝喔 因為博恩帝這邊的經濟超級爛 瑪雅這邊早就已經點了帝王 然後3TC農得非常開心 能不能打出 新的破口 就要來看一下這邊 瑪雅會怎麼打了 瑪雅這邊還有村民在看視野 可能想在那邊做壞壞的事情 但是他好像早就覺得被發現了 所以也沒做出什麼太大的舉動 蓋什麼BK或是長兵之類的事情 那這一坨 馬上騎兵 瑪雅會怎麼撿呢 現在 瑪雅這邊出空間手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因為他比較便宜嘛 但是問題就是有點詬病喔 他現在被靠一下 雖然不會馬上死 但基本上是只剩一滴血 而且他有29隻 所以就變成說 直接硬上的話 佛根蒂是有絕對的力量性的壓制的 而且這邊上了馬太二防了 這邊城堡直接壓在家裡 做一個防守 那這邊可能下個BK做駝子車 想要把這個衝車給投掉 那這邊 上了地弄十代 那普關蒂這邊會做什麼反擊呢 看一下這邊也沒有做任何事情 普關蒂這邊 再把村民慢慢拉了回來 再來做一個不斷村的農法 馬上騎兵也是秒帶斷 注意怎麼慢慢出 那佛根蒂這邊就只要一直給對方壓力 他在城堡時代經濟上也不會輸給帝王時代的馬雅 因為他可以提前一個 時代升級經濟可擊 所以照理來說 他應該也不會急著想要趕快上帝王時代 除非對方前壓城堡 然後開始出遠頭開始投 但是他出遠頭的話其實馬上騎兵也是守住的 所以他不會太有太大的壓力 只要一直出馬上騎兵 讓對方知道他有巨大的兵 然後一直漏頭一直往他家打的話 他也不會冒然出兵去打佛根蒂 來這邊城堡抓到嗎 這邊強奴 總共35隻 對上32隻的佛根蒂的馬上騎兵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直接宰個宰口 但是效果非常的好 這邊強奴一直射一直射 哇非常的舒服 哇那這邊可能打不太下這一坨弓兵了 這坨弓兵堵這個宰口 哇非常舒服 一發一隻 無情屌漢 結果只殺了大概10隻左右的弓兵 然後被換了20幾隻馬 哇這個投石他沒投到 他在等這個 瞬間散開 哇這不愧是我們的日本高手 直接躲掉 這邊大概有35隻左右的奴兵 把對面的寶兵解掉之後 那之後會該怎麼打呢 那基本上佛根蒂這邊 沒有能防守他這一坨兵的能力了 可能要趕快去下城堡之類的 但是也沒有石頭可以讓他下城堡 所以這邊他在找石頭挖 這邊又下了一個梯氣來挖石頭 好那這邊結束村 對他做色色的事情 好那伯根蒂直接喊出了GG 哇那我們這場是瑪雅的 日本高手獲得了勝利 我覺得瑪雅這邊打得也算不錯 伯根蒂也蠻強的 但伯根蒂應該最不應該就是把那一坨 馬上起運送來這邊 如果他那一坨一直保留的話 還是可以給他到一些不錯的壓力 雖然經濟差距也是蠻大的 到後面有麻煩追回來 蠻可惜的 那如果早點挖石頭 把這邊經濟抓到區域插個石頭 插個城堡 就舒服蠻多的 就可以度過一段蠻舒服的時期 但也不好說 因為畢竟人家上帝王那麼久了 遠投出來了城堡也是可以先投掉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那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跟訂閱我們頻道 那我們每天機會都會更新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